天鄉的聚落有一些這個比較年長的一個駕駛人 其實他在隧道裡面 他的操作的部分 可能如果有狀況的話 他的高速度的情況下 他的反應可能就會有問題 新線通車之後有97%的這個交通量 都已經轉移到新線了 整個在做安全性的考量下 就我們建議就是 補充動機器車還是去行駛這個舊線 部隊長這個反應比較慢 那他開車就沒有關係嗎 開車就不會有速差嗎 我們也可以約一下 我們就是騎普撞過去 我們看一下 哪一個安全的危險吧 你剛剛又講到是說 這個偏鄉地區有一些人 年紀比較長等等的 那我們講說那年紀比較長 他去走其他更危險的路 那難道不會危險嗎 之前到底有沒有去實地講 還是我們就是關在冷氣房裡面 想說那個地方很危險 我們就說很危險 有沒有實地的 你們一個實際去會攀考察 還是真的 我就摩托車上去騎騎看 機車行程的路程的車道 首先依照標誌標準的規定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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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定說是要需要秀正道路完交換權規則 才能夠開放內車車道給機車行駛 政府應依法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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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都已經說 答應規則 如果你不用管它 就可以開放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揭發費除掉就好了 今天針對我們道路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法令修正及管理務實檢討的公平會 的所有代表 今天共同主持的李明賢議員 先來做發言 道交定就是九條 現在我們在推動地方交通的部分 包括推動道路平權的部分 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困擾 我是認為說這個法條 至少以行政命令來講 是不是有廢紙或大幅修正的一個必要 包括我們台北市議會 對這麼多交通連線的成員 主張希望在落實交通平權的部分 中央要有一定的一個 至少你要開綠燈 要鬆口 就要有上位政策的一個指導 你們作為一個 全國交通的指導單位 你們就不能把責任下放給各縣市 你們要把責任擔起來 所謂的因地制宜 對很多人來講就是推卸責任 我們答案規則上面九十九條上面寫什麼 因依標誌或標限之規定行駛 無標誌或標限者依下列規定行駛 然後才完整兩車道規定 也就是說什麼 它的但書叫做無標誌或標限者 什麼樣的馬路才會沒有標誌或標限 車道線是不是標限 所以什麼馬路沒有標限 那是不是我們整個答案規則九十九條 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是一句廢話 交通部這個在九十九年 發含民情政署 反正就說沒有進行機車的標限就是可以走了 那請問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九十九條這個規定 其實根本就不用存在 因為地方政府要化進行機車就化上去 沒有化進行機車就可以走 不管它立體車道 要因地制宜 沒關係再下一頁 我們現場最大的長官 送經緯專尾 可以幫我們回答一下 來十秒內 自立路從北往南 哪個路口到底要怎麼樣左轉 下一頁 來 查號爾路口 機車要左轉 要直接左轉 還是兩段轉 資料呢 沒關係 我們就先見到晚 好 這個路口不用兩段是左轉 沒有再轉排 來這個 持權路口 要不要再轉 來是要 上面有一塊 熱核接口 不用 沒有再轉排 兩線而已 對一樣都兩線 九如路口 要帶轉 上面有一個帶轉排 是兩線的 建國路口 原本因為2009年的時候 體路還沒低下化 來 要不要再轉 要帶轉 平面還有一個車道 要帶轉 八個路口 不用帶轉 七線路口 不好意思 又要帶轉了 六合路口 這個路口不用帶轉 中正路口 不好意思 要帶轉 中正路口 同一條路 同一個路口 到每個路口 都有不一樣的規定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一直對因地之宜 這四個是非常感冒的原因 我們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的99條規定 像是剛剛大家所提的 它規定是 機車行程的路 車道 首先依照標誌標籤的規定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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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標誌標籤的話 才會依照我們後面的通則規定來做行程 剛剛提到 有些路口要不要左轉 但首先看它 路口有沒有設置相關 要兩段式左轉的標誌 那如果有設置標誌的話 它就是要兩段式左轉 那如果沒有的話 當然就是回到 其他的一些規定 然後來做處理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99條規定 擺在這邊已經 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台北市 很多地方政府 他們現在在透過了 開放 內側車道 來給機車行駛 或者是他們可以機車直接 兩段左轉 他們都透過標誌 標線的方式 然後來做處理 所以不是沒有需要 沒有一定說是要需要 修正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 才能夠推動大家 剛剛所期望的 開放內側車道 給機車行駛 或是機車直接 做出來這件事情 政府應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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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條卡在這邊 造成地方政府 什麼樣的困擾 這是新北市 他們在2015年 的時候做的事情 當時的道路配置 2000塊車道 一線慢車道 因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99條卡在那邊 所以他們不敢 冒然的直接把 最內線的經營機車廢除掉 他們不敢冒然的 把它圖銷掉 所以他們做處理 下一張 他直接把快慢車道分隔線 給除掉了 他說這樣子變兩車道 車道寬度 外側車道寬度 越寬的話 車流在裡面的 行駛狀況會越混亂 所以車道其實本來 不該這麼寬的 外側車道變成 五公尺寬 六公尺寬 這反而是造成用路 更加的危險 但是就因為 當院規則 就有腳卡在那邊 那既然剛才都已經說 當院規則 如果不用管它 就可以開放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直接把它 被除掉就好了 對不對 這是個邏輯問題嘛 既然都已經說 喔 我們地方政府 我們可以函視給他們說 其實你們不用管這個 當院規則 你們要畫進機車 你們就放上去 你們要塗銷掉 那為什麼 我要把這個規則 也被除掉就好了 因為我們目前 大家都被誤導 30年前 大家都想說 機車一定要兩段路 就我聽剛剛您的講法 道交響 您反而講的是說 除非另有要求 否則應該回歸到通責來辦理 那其實這兩個概念 就完全不同 交通部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要跟民眾說清楚 王國財部長也不能講說 這種模擬兩個話說 這個因地置疑 那又把中央踢 提球給地方 地方再踢回中央 我覺得 到底我們交通部 目前針對機車態度是什麼 說明清楚 考量蘇瓦路急需要改進 安靜是一個社會公司了 所以它的主要的訴求 一直都是安全回家的路 這個是蘇瓦改進去的目的 我們應該沒有找錯資料吧 那為什麼它是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機車使用者 就不能使用這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機車使用者難道沒有享有社會正義的資格嗎 常常會用車種混流複雜這些事情 來做理由來做搪塞 如果你覺得混流很危險 那我們貢獻的路段 我們就進行汽車嗎 你覺得這樣很狂撇的話 那為什麼會在隧道裡面去進行機車呢 河中然後河人到大清水這個路段 聚落它的一個居民通行的一個 的這個權力 先選定這個中人隧道的部分 來進行評估 看這個部分 是不是優先針對這個隧道 來做這個試辦 開放這個普通重型機車 那另外在南輝改的部分 曹普森隧隧道它的長度 大概4.62公里 它是屬於長隧道 在自由車流狀況下 其實它很快速度很快 大概都七八十以上這樣再過 輪動營機車它的一個行駛的部分 會跟這個車子去混流去行駛 以你我的這個駕駛技術都還OK 但是就是有一些在這個偏鄉的聚落 有一些這個比較年長的一個駕駛人 其實它在隧道裡面 它的操作的部分 可能如果有狀況的話 它的高速度的情況下 它的反應可能就會有問題 經過我們評估 目前就是這個南輝 南輝這個安壽朝普的路段 目前是不開放這個普通重型機車行駛 如果部隊長這個反應比較慢 那它開車就沒有關係嗎 開車就不會有速差嗎 那你說普通重機 沒辦法閃避那個危機的狀況 那大型重機就可以閃避 那後面大型的車輛失控 自小車車它就可以有辦法閃避 它被撞到還是會死啊 我們也可以約一下 我們就是擠普撞過去 我們看一下哪一個安全 哪一個危險吧 新線通車之後 有97%的這個長量 都已經轉移到新線了 那所以這個普通重機的部分 我們是建議就是說 我整個在做安全性的考量下 我們建議就是普通重機車 還是去行使這個舊線 你剛剛又講到是說 這個偏鄉地區有一些人 年紀比較長等等的 那我們講說那年紀比較長 他去走其他更危險的路 那難道不會危險嗎 之前到底有沒有去實地講 還是我們就是關在冷氣房裡面 想說那個地方很危險 我們就說很危險 有沒有實地的你們一個實際去會攀考察 還是真的我就摩托車上去騎行看 在隧道裡面 其實兩邊的路間 其實只有30公分 你的機車駕駛在這個密閉的一個空間裡面 它有發生狀況的時候 它裡面要怎麼樣去做反應 那如果說它的一個 閃避的一個空間不夠的話 那這部分可能就是我們在開放 普通重型機車在行駛的時候 那這部分會有一些安全上的疑慮 這個叫做預償隧道 這個是蘇花改南有改通車之前 台灣算是最長的省道公路隧道 曹谷隧道路間寬度只有30公分 所以說有車輛在隧道裡面發生車禍或怎麼樣 它無法閃避 預償隧道 單孔隧道 雙線行駛 如果在裡面發生要閃 發生要閃避的狀況 它要往哪邊閃 往路間閃 路間已經要怎麼閃 往哪邊閃 往對向車道閃 往對向車道閃 會比曹谷隧道還要來的安全嗎 曹谷隧道速限70公里 開起來很危險 長隧道4.6公里 騎起來很危險 我們時速直接除下去 2.6公里的預償隧道 注意最高時速50公里 得出來答案是3.12分鐘可以通過隧道 4.6公里的超補隧道 70公里的速度 進去行駛 得出來的答案是3.94分鐘可以行駛 結束 一樣都不到4分鐘 一樣都3分鐘的話 請問有任何差別嗎 這是邏輯問題啊 這是邏輯問題啊 老百姓今天要求的就是一個邏輯問題啊 為什麼老師我們每條路每一條要試辦 我們的路權在我們拿到行照跟駕照時候 已經確認了要試辦什麼 要試辦就代表我們對駕照的考核沒有信心 他不會用路 我們怎麼會呢 有人違規 有人不自認 我們大家都不要用路 我覺得在標線的部分 其實我們目前的標線都做得不夠明確 要我看他就畫在邊邊 他到底是10公分線還是15公分線 我就可以拿指去量啊 我目測也目測不出來 路面的邊緣線 跟路間的外圓 跟車道的外圓 到底他的標線是 從10公分回車道分隔線 15公分回邊緣線 這麼寬我也不知道這個路段 到底這個設計 這邊是算路間嗎 那一條是邊緣線嗎 我看不清楚 這些小圖裡面所有的用路人 通通騎乘在右側的那個寬線道裡面 你看每一個用路人都是這樣 為什麼 在環境告訴我們要靠右行駛比較安全 因為他要離讓騎車嘛 這麼寬敞路段到最後是一個彎道 那一個彎道就是一個死亡彎道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的兒子就死在那邊 當時沒有任何的反光標線 他加裝了一些什麼 潮化線啊 反光鏡啊 反光盤啊 右彎標示啊 這麼寬敞 你看看那一台卡車 旁邊來賣這卡車 這麼大台就我都過 我問你啦 我常常想不要說我兒子 連我都會騎 是不是這樣說 路面邊線是15公分 那如果是快慢車道分隔線的分隔線 它還是維持10公分 但是我們會要求 以後的快慢車道分隔線 分隔住的那個慢車道 慢車道上面必須要標示自行車跟機車的圖示 你說10公分15公分說真的 大家真的看過 那之前沒有討論 沒有想過說換顏色嘛 即便你講說慢車道 我畫上這個 機車的圖示 對不對 那它只有那一段嘛 那剩下過去其實也都沒有圖示啊 你不可能連續一直有一堆圖示摸嘛 路上的標線 如果用綠線然後來區分這件事情的話呢 會造成我們路上面的 標線 會覺得太滑會混亂 對大家的視覺上面來說 並不是一個太安全的一個狀況 我想這樣子 今天我們談論多 主要是在道教九九 道教四十三 還有就舒華改南迴改的一個部分 那我是不是就針對這三個地 這三個方向來請行政部門 就說第一 那今天也不會只有這一次的公典會 我們後續和回覆 我們還持續的來努力 好不好 這一點是我 這個是我可以承諾大家的 好 謝謝 好 那今天說明天就到 三更入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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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